Forty-two 沒錯,42歲 說中年的男子 如果很年輕而已 沒錯,是年輕的 但是很多人都像你這樣想 42歲很年輕而已 少了去做Body Check 少了去找到自己 原來身體都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那關42什麼事呢? 37都可以去做Body Check 是,因為昨日 今日報紙有一宗新聞 就說一名42歲的警員 衝鋒隊的警員 因為心臟有條血管閉塞了 令到他在執勤的時候暈了 幸好救得回 沒事,OK,抵贊 但是再看一些條例 原來警隊因為是私隱的條例 所以做了警員之後 你前線的話 你不需要做任何 向上司回報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問題 OK 明白的 但是再看下去 原來這些衝鋒隊的隊員 日常是不用操體能的 只是操戰術 問題就是這裡 體能和戰術 他覺得我們有時候 踢球甲隊形 就沒有體力 不用跑圈 是 站在那裡踢那些 一腳伸進去 就是同一隊馬聯 都可以 進不了歐聯 就是這樣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曼聯的隊形很好 但是沒有 我腳很遠 沒有 有菲特蘭 不知道去了哪裡 年紀大了 就是體能 因為年紀大了 老實說我不是要操死前線 那些四十幾歲 五十歲的前線的同事 但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體能 不達到這個標準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要去下來 不做那些那麼前線 前線 那些二十幾歲 你不用操體能 他都很適合那些 就是去做 對嗎 你不用找一些 吃開腦 用開技術的陣型 放在前面 衝鋒陷陣 因為昨天就出了事了 這件事也是值得 我們看這宗新聞的時候 當然也希望 他沒有失去康復 去研究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 只是操陣式 就足夠 不用操體能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